四川眉山金县刘备墓造型奇特宛如莲花 专家进入后只见金银满地玉石铺路 随着发掘的深入另一个惊人的发现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由于依山而建 古墓的顶端竟比天下文明的秦始皇陵还要显赫 可问题来了 刘备不是此后葬在了成都惠岭吗 这墓中躺着的究竟是谁 难不成我们又被罗冠中给骗了 保持住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汉赵列皇帝刘备墓的前世今生 作为三国中最富正义感的男人 刘备看称是文武双全 他文能提笔安天下 武能上马定乾坤 为请诸葛亮三次上山 用诚意感动卧龙 面对吕布 手提双俭 勇武不在关羽张飞之下 最令人动容的是 每次行军打仗 他都会把百姓放在第一位 哪怕妻女被曹操所夺 也绝不孤身逃跑放弃灾民 纵观整个乱世三国刘备 堪称是独一份 正因为如此 他才能顺应民心 聚拢天下英豪 与曹操孙权分庭抗礼三分天下 可令人不解的是 如此一位英明睿智的雄主 却在晚年昏昭贫出 为给二帝关羽报仇全军覆没 以至于早早的脱孤白地场 落得个愤然离世的下场 而他的墓也因此成为了悬案 一直备受史学界争议 按照官方的说法 刘备病逝后不久就葬在了今天的惠灵 这一点在罗冠中的三国演义中 有大篇幅的描写 陈寿撰写的三国志更是有明确的记载 下四月鬼司 先祖墨于永安宫 秋八月葬惠灵 关于这一点曾有人提出过疑问 要知道刘备是在永安宫碧眼的 当时正值五月属天 尸体不便于保存 为何不早早下葬 反而要一直拖到八月秋天 为了找到真相 研究人员翻阅了大量的史料 结果发现 左传中给出了解释 原来按照理智 天子死后不能及时下葬 必须等够七个月才可入土 作为东汉王朝的继任者 刘备自然不会坏了规矩 可很快又有人提出了质疑 按照古人记载 刘备是在白地城咽弃的 怎么可能舍尽求远 去成都下葬呢 所谓的白地城 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凤节线 此地曾是刘备 讨伐东吴时的必经之路 也正是在这里 刘备将蜀汉的未来 托估给了诸葛亮 含恨而终 正当考古界为此争论不休时 郭沫若的一句话 震惊了所有人 我有证据 刘备目就在白地城 四川眉山惊现刘备目 造型奇特宛如莲花 专家进入后 只见金银满地玉石破路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场千古谜团 逐渐浮出了水面 公元222年春天 刘备的数十万大军 在怡陵被陆逊一把火烧尽 危急时刻 汉照列皇帝不得不退守 白地城 住进了永安宫里 此时的孙权 得知了陆逊的所作所为 那是又急又怕 于是联盟派人送去了和解书 希望刘备能不计前行 面对北面虎视眈眈的曹魏 再加上固若金汤的东吴 刘备一气之下 当场突袭 倒在了病榻上 没过多久 便脱孤诸葛亮 死在了永安宫里 但由于当时正值蜀天 尸体难以保存 关于墓葬的选址 朝内出现了争议 有些大臣主张回成都下葬 毕竟惠灵已经修建完毕了 但一些人认为路途辛苦 白地城至成都 长达亲历之遥 要知道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 即使官国到了成都 恐怕也臭不可闻了 于是不久之后 凤杰 也就是白地城 当地便流传出了 刘备墓的说法 关于这一点 考古队也曾有过发现 在城内的某个大院内 先后发掘出了 两个长15米高8米的地下建筑 其规模远超普通墓葬群 结合县制的记载专家组判断 这应该就是刘备和甘皇后的墓 可谁料就在开启的那一刻 百里之外的眉山 却传来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刘备墓找到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 白地城的是遗重 四川眉山金县刘备墓 造型奇特宛若莲花 专家进入后 只见金银满地玉石铺路 最令人瞠目的是 不知何故 墓室的顶端居然做成了圆锥形 在高约100米至300米的群山 映衬下宛若一朵绽放的莲花 说不出的精妙 据当地的博物馆人员透露 此山自古就流传着 赵列墓刘备墓的说法 甚至还有民谣唱道 要找刘备坡 新京出东门 进山三十里 就是刘备墓 在勘探的过程中 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原来就在莲花墓的不远处 矗立着一座巍峨的天然牧场 据说当年 刘皇叔城在此地训练了大批的军马 用来和曹操孙权争夺天下 那时的蜀汉 曾一度笑诸侯 前方有五虎上将统御三军 后方由诸葛亮运筹帷幄调度军粮 可谓是功务不可 战务不胜 正因此刘备才对这片山头 格外器重 甚至将它视为龙兴之地 不久还找来道士 康探附近的风水 结果不堪不知道 莲花墓的周围 居然成龙虎缠斗之势 按照《易经》的说法 那是天生的帝王临行 若葬在此处 后代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事实证明 道士没有说错 蜀汉王国后 刘善不仅没有遭遇不测 反而被司马氏奉为贵客 迎到洛阳 日日饮酒作乐 后半辈子在酒肉歌舞中度过 想来这和刘备墓的位置不无关系 只可惜出于文物保护的角度 墓中的陪葬品还不能大量开发 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 还有无价的光果 只能等待日后去慢慢证实了 如今大家公认的 还得是坐落于四川成都的惠岭 此地恰好处于武侯祠内 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 12米高的风土堆下 埋葬着蜀汉创始人刘备的光果 在其正前方树立着一方石碑 上书汉赵烈皇帝之灵七个大字 据说是乾隆53年所历 时至今日两天多年过去了 这里仍旧是文人默克平调历史的圣地 在古色古香的殿宇街刻着一幅对联 一剖土尚微然 问他同阙荒海何处寻张和遗种 三足鼎金安寨 圣此石林古道令人想汉代公仪 横批千秋凛然 每当夕阳的余晖照在上面 当年的铁马金歌又在耳旁响起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